好 观众我们观察 沙拉伯本身面临的 类优跟外患的问题 因为沙拉伯毕竟 它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国家 那手上的石油财富 不管是官方的储备 加民间的储备 以及王室的资产 至少超过两兆美金 这两兆美金 其实投在全球各地 用金融或货币面方式 存在在各国的市场当中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阿拉伯国家 它其实像 尤其是沙拉伯阿伯 它像一个超级大的私募基金 那这个受益人跟参与人 都是沙拉伯阿伯的王室 那同时因为沙拉伯 有那么大的石油收入 所以它也非常的 用社会支出来收买人心 使得这变成另外一种有效需求 所以沙拉伯的缘由 在国际的一个经济发展 有两个角色 第一个是资金的提供者 第二个是市场的提供者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菲律宾 或印度籍的人 在沙拉伯打工 也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其实沙拉伯也是全球经济的 一个火车头之一 不要看它国家要大还小 以为它产油而已 事实上它只有双重的功效 那现在最害怕的是 它整个王室跟政权出现改变 那最近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公开信号 就是阿琪之国王 那国民有 他说属于他的后代 希望能够鼓动大家来发动政变 那阿琪之国王后代 大家也不用追了 因为光是这个榜上有名的 户籍藤本有堪的 就有五千多个儿子跟孙子 那在外面生的 或不在户籍藤本上面的 可能还有五万个 所以到底阿琪之国王的后代是谁 就不重要了 重点是这个气氛正在慢慢酝酿 第一个阿博文 王室对于国家 包括整个掌控能力越来越糟糕 另外整个呼吁第二代的王室们 出来商讨现在国家的危机的一个情势 另外指控国王的无能 指控王储的奢侈跟致富 还有富王储是一个 抚锈的盗贼 所以目前就扯到了一个权力动争 而这些权力斗争来源 是来去今年上半年 也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刻 当时整个沙烏地阿博的国王 现在叫萨勒曼 他忽然改变了王储的游戏规则 谁来接皇位 因为整个沙烏地阿博的王储是 你死了就弟弟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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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往下接 等弟弟都死光之后 再从第二代再开始往下排 可忽然沙热曼国王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改变了王储的一个规则 把他的弟弟给免除王储的一个权力 而直接往下找出了第三代 五十多岁的王子来担任王储的角色 这使得沙烏地阿博过去这几十年来的 一个权力转换 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权力分配的冲突 我要请教一下大K 我们现在看一下 他这份的这个正面公开信 到底讲了什么 为什么影响性那么大 好的 这个沙热曼王储 他除了您刚提到 改变这个游戏规则之外 其实他今年二月份上任的时候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发了三百二十亿美金的红包 是 平均大概值得台币 就是一兆台币 对 一兆台币让这个所有人加薪 对 包括这个公务员跟军人 每个人加薪两个月 所以这已经让 大家不要忘了 今年二月份 其实油价已经开始在跌了 所以他这一笔钱 让沙热曼的财政赤字 其实更加的恶化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沙热曼的这个非常有趣 他的过去来讲 他的这个接棒 其实都还蛮顺利 大家看我这边画一条线 从1975年以来 这边的接棒 其实都非常的和平 但是在1975年之前的两次 一次是1953年 跟到1964年的 这一次的 这个国王是被废除的 对 然后呢 1964年到1975年 这一次呢 他是被他的子指给刺杀 暗杀的 对 暗杀 为什么呢 你如果把油价的这个历史 把它叠在一起看 你发觉有一些蹊跷 这一次会讨论说 为什么要不要让他下台 是因为油价大跌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 我刚提到1954年的时候 到1972年的时候 其实油价也是一路往下掉 大家有没有看 对 一路往下掉 所以导致了两次不和平的转移 对 那后来这个从油价开始大涨之后呢 就变和平转移 就有钱大家就相安无事 对 而且这次赚得非常非常的多钱 所以这次的油价下跌 也没有影响到新的这个接棒的问题 是 所以问题在这里 那刚刚事官有提到说 这一次的这个政变的这封信 就是这 媒体上说是四页 但是我不知道我印出来怎么 是六页 完全没办法阅读 因为就是这个阿博文 对 虽然我们这个院教授 可以讲四国语言 但是他可能看到这个六页 他也没辙 对 真的很麻烦 完全没办法阅读 所以我们只能看这个翻译的部分 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中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上次我们节目中常提到 就是他们在 叶门 叙利亚 伊拉克的这些军事 军事军事就非常的失败 完全失败 对 完全失败 OK 这我们就不多说 对 那第二个呢 你刚刚提到这个包括 国家已经接近了这个渐渐 请父 对 然后呢 要赶快召开所谓的家族会议 对 然后你提到这个无能 奢侈跟这个腐败 对 像这个他讲国王沙勒曼无能 对 因为他前面有提到说 他是因为这个脑力已经退化 对 脑力退化 所以身体已经不好 而且无能在健康上面 其实有很多的影射 是 对 然后他说奢侈 我觉得沙奴地亚文讲奢侈 其实很奇怪 你今天如果你开的是保时捷 然后你说开这个法拉利人奢侈 对 他们俩其实都不奢侈 我们才觉得他们奢侈 你都知道 其实沙奴地亚文自己指责 对方是奢侈 这真的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他们那个王储 你知道他零用金多少钱吗 一个礼拜 我接着去查 一个礼拜的零用金是600万美金 一个礼拜 600万美金 外面有 就是你跟旁边人不爽 去撞乏力泄气 来不及撞 600万美金一个礼拜是 花不完 沙奴地亚文要给收回去 很辛苦 因为花那个钱 很累很累 真的 大概给你600万美金 这样一个礼拜花完 不花完我要收回来 其实他们是蛮烦恼 不知道怎么花 怎么花 对啊 然后他讲到一个很可怕 他说现在的情况跟1964年宫廷政变 类似 1964年就是刚刚讲 不和平转移政权嘛 所以可能这个会有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我们不知道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很特别 他们是这个列举谁来接下一棒呢 对 他们公开支持 他号称说包括公众还有保安部队跟军队 皇室的成员支持艾哈麦德来继位 这谁啊 他是那个这个阿吉斯的第三十一个儿子 第三十一个儿子 对对对 第三十一个儿子 然后他在2012年的时候 他有当过内政部长 是 对原本想说他有机会 结果就被这个萨勒曼夺走了 没有关系 重理他们理由的时候 他说他的身体跟精神状态呢 非常适合 属于保守派 不喝酒 不赌博 又不玩女人 对 这是他准备做王族的原因 对我 因为萨利阿伯好像可以娶四个老婆 然后你说他不玩女人 这到底这个逻辑要怎么分辨 我就要请教岳教授 岳老师 到底在干嘛 因为现在目前这财政的问题 加上整个萨利阿伯在叙利亚 伊拉克跟叶门 几乎都是灰头土脸 有全世界最强的部队之一 就要打仗打乱七八糟 现在油价崩盘 包括现在那个卖家 那个盖的那个大饭店 还是盛利 伊拉克到底出公安事故 一砸就几百人死亡 真惨 到底阿伯国家 现在萨利阿伯自理出问题 这样油价崩溃 社福利亚出问题 全球现在认为说 最大的黑天鹅就是明年 萨利阿伯 不管是他的利亚尔跟美元脱钩 还是本身的政治动荡 您观察 对 我觉得这个 我们人类最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人类会拥有宗教 这个是绝对一般动物 是不会有的 然后另外的话 这个所有的宗教当中 只有这个犹太教 基督教 还有回教这种属于一神教 他们称为自己是真正的宗教 那在这三个宗教当中 最具有神秘性格的 应该就是回教 因为我从小就有这种印象 我不晓得为什么 到现在也不能解释 就是说 凡是有回教图的地方的话 好像地下就会有油 这个两件事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否则的话 我们全台湾人也都愿意去信回教 这样地上就长出信 就你改信了也没用 不一定 不一定 但是你还没信过 那就是你已经信了 你就会相信 我就没办法相信 因为万一我改了以后 没有机会吃猪排肉 然后到了半天 白损失了 所以就不愿意 但是这个里头就出现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可以了解 那个整个沙古地阿拉伯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 他其实是夹杂的说是 这个美国软意下的拉丁美洲 再加上中国的那种 长期的封建帝国的结合体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还是康庸前三朝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话 还有这个内功加厉三千 身帅的小孩三万人 在那边等着继承王位的时候 这搞了六七十年下来 那么他能够维持这个主要原因 就是国家有钱 你刚刚不要讲说 六百万美金一个礼拜了 就六百万台币也不得了 花不完 就是三十几倍也不得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你可以发觉 现在阿拉伯王室面对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领导的结构真空 真空的话有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个实在来讲年纪太大 每次每一个上任 都干不了几个月 就马上送进加务病房 最后在加务病房的时候 用手捏一捏就传给弟弟 而且按照这个规矩下来的话 没有一个人是低于八十几岁的 那私生子都八十几岁了 那更不要讲别的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权利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他本身国家 里面所有的计算 完全是以一个家族式的 那大家想看 那整个阿拉伯地区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了解 阿拉伯的历史 也就是某一个家族出来以后 知意妄为 垄断了所有的权利 真的像极了那个封建时代 就是说是包含了 正皇旗的爱心觉罗家族 垄断了整个当皇帝的机会 其他人的话乖乖听话 乖乖听话 听个几十年可以 你看眼看就要上百年了 大家开始不听话了 然后另外第三个当然是 这个所谓的阿拉的保佑 地上出的这个石油 石油的话是源源不绝没错 可是价格下滑了 然后原来我认识不少一些 在大陆原来派驻过 他们叫沙特 这个大使馆的 他们是觉得说 沙烏地阿努博确实是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的话 是享受金钱游戏很爽不管的 另外还有一种人的话 是非常讨厌这个 像兵拉登那样子 就跑到外国去 想办法要把他 大家搞一个鱼石网坡 还有一种人是比较有远见的 他们就会在想 怎么样让沙烏地阿努博好 怎么样好好善用这笔钱 所以主权基金的钱 还懂得投资 还知道说是善用科技 还说是要下一个阶段的来解决 那我就问我那个朋友 那这第三种人 有没有在国家受到特别的重视 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说反正有阿拉保佑 你想那么多老心干嘛 到时候的话就来大片大片的树林 就是地上沙漠就不见了 会变成草原 那我一听 我就根本都不懂 但是只要信则灵 相信的人 所以阿拉保现在 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保 他进入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他的封建的政体 跟他自己现有的这种 在世界上经济扮演的角色 所以你讲说明年发生了黑天鹅 不管哪一年发生 沙烏地阿拉保倒台 都是世界 财经事件的大恶号 一定是 因为这个数量太大了 弄到现在 我们现在这社会当中 全体都感觉上说是各方面 股汇是在是 都很富裕的感觉 是因为有很多主权基金的投资 对 那如果没有这一块 那还得了 是 万民哥你怎么看 因为目前这个内斗开设 因为当这个权利 利益不够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分配的问题 就像现在台湾的国民党 提个不分区打翻天 为什么 因为政党变小了 本来不会打架 因为本来 安全名单18个 那选不上 我们要先下去去选县长 给一个官座 所以发现都没了 开始打架 因为这个丙变小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的斗争 尤其是本身 他们就不是一个很稳定 跟平衡的权利分配 没有东西可以分了 您的观察 这个沙特加坡这个现象 现在是一个中东普遍的现象 你可以看出来过去几年 对不对 中东国家的 这个穆斯林世界 普遍面临的权利交班 还有世代交替的危机 对 包括叙利亚的巴塞 阿塞的都是个问题 因为他老爸控制得好好的 到他手上的时候 对不对 就出现了乱子 那比如说你像利比亚 对不对 这个格拉费在的时候 这个身体好的时候 还OK 还OK 这个年纪大了以后 交不出去棒子的时候 就发生这个权利危机 那你看埃及 所有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什么茉莉花运动 有人说是这个网路的 这个退波助澜 我觉得真正的原因 还是权利的这个接班 出现的这个问题 尤其他们不是民主国家 那也没有一个法制基础 像沙奥迪阿拉伯 基本上是没有宪法 没有民意机构 没有法院 你看这种国家 他在权利这个更替的时候 当然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这样子要讲说 这个沙奥迪阿拉伯更是一个特别 因为他是中东地区最极端 最保守 最传统 最古老的一种政权 或者政治统治的这个形态 我怎么讲呢 中东世界基本上就是靠教派 跟这个家族来控制 那我们这个 以前这个节目都提到了 就是说除了我们所理解的 这个所谓的 大家所知道的 这个所谓什叶派 逊尼派 这个两大教派之外 每一个大教派之下 还有很多小教派 那沙奥迪阿拉伯的这个家族 就是靠这个逊尼派里的瓦哈比 这个主义瓦哈比教派的 这个宗教力量 对不对 去巩固他的这个所谓 封建统治的这个基础 那另外一点就是 透过这个教派所发展出来的 极端武装势力 对不对 来这个夺取政权 那另外一点呢 如果大家对于沙奥迪阿拉伯 有一点研究的话 其实沙奥迪阿拉伯 沙特 这个我们讲沙奥迪 就是沙奥迪阿拉伯 阿拉伯是一个地理名词 对 那沙奥迪是一个家族的姓 那这个沙奥迪阿拉伯 现在就是这个沙奥迪 或者人家所谓讲 沙特家族所统治 是 他是这个阿拉伯半岛 最大的政治家族 那整个沙奥迪阿拉伯呢 他还有另外几个大的家族 比如说拉登家族 拉登家族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大家这个如雷贯而绝对可以留名亲屎 叫做本拉登 本是名 拉登家姓 对 这个沙奥迪阿拉伯现在来讲 他大概 你看为什么阿拉伯国家那么多王子 他大概有四千多个王子 是 那四千多个王子里面呢 有一半是属于这个沙奥迪 就是沙特家族的 对 那另外还有 另外还有这个两千个 是属于另外五大家族 是 除了这个本拉登以外 比如他现在的外交部长叫朱拜尔 朱拜尔也是沙特阿拉伯 沙奥迪阿拉伯一个很大的家族 是 比如说这个谢赫家族 谢赫家族就是现在的这个 阿拉伯阿联酋 这个王国的这个 这个国王的这个家族 是 那跟这个沙奥迪阿拉伯在这个 沙特家族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 还有比如说他的西斯里家族 这些东西就面临很大的问题 你所有的这个财物都集中在这四千个 的四千个人手中 都一点四招一点五招 所以一般老百姓对于这个国家 缺乏强烈的认同感 所以为什么说 沙特阿拉伯部队去打野门的时候 打得这么惨 对 部队里头军官都是这些王子 对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王室人员 那那个阿兵哥呢 都是花钱请来的雇佣兵 对 所以一到战场上 对不对 就开小差 就落跑 那根本没有战力 最近还是说去叶门攻击一百个飞行员 每个人送一台兵力 对 只要你活着回来就有兵力 那我干嘛死呢 关明的意思了吗 死万民哥 我活着回来领兵力 那我就烧一台兵力的 纸杂车给万民哥就好了 所以阿拉伯 稍微要为我们打败仗 很简单 只要活着回来就领兵力 那死呢 死呢就去接阿拉 反而我们现在 在这个西方媒体 这个宣传之下 最丑恶的 比如说老布希时代 把他当作这个邪恶轴型国家 这个叙利亚 反而是阿拉伯世界中 相对氏族化比较高的国家 对 这个 比较不乱来的 对 这个巴塞尔的爸爸阿萨德 执政的时候 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地方的教派 还有这个氏族 权力去打压 那么他采取的方式就是 因为他是少数派 他是所谓阿拉伪派 有没有说阿拉伪派是死业派 其实你直接去研究 阿拉伪派不算是死业派 他只是说这两大派之间的 一个比较义官的小派 相对是世俗化较高的 一个回教的一个中派 那他对于这个传统的势力 就打压的 酋长这种势力就打压得很凶 这就是为什么 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室 对叙利亚的赠权 一直视为眼中钉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收拾我想到西藏问题 关门因为达赖当然有个信仰在 可是达赖的人民过得非常苦 所以后来西方只是达赖 可是无法对达赖领导的西藏人民做交代 因为那是农奴社会 每个人都被靠着干嘛 很惨 但问题是符合 谁符合西方利益 就扶持谁 就扶持谁 好 我们先用回来观察 因为这个阿拉伯现在目前面对问题 跟西藏面对问题一模一样 这个国王本来是这样排排排排排 每一世代就转世为王 结果忽然他说不用转世了 就跟现在打压的时候 不用转世了 我说不用转世就不用转世 我就不要给他了 给谁 给谁不重要 我说了算 现在问题越来越严重 加上整个沙烏地阿拉伯 在海外的战事接连失利 整个中东的格局 是乎存在2016年最大的变数 而这个战争 军事跟财经问题 同时报道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这样广告来看一下 现在整个中东局势 快速地热化 这样广告 来做进一会儿节目